坡度跑的訓練能夠同時強化身體的肌耐力與爆發力 也對跑步的姿勢與呼吸的調整有不錯的訓練效果 但在訓練時你可能沒有多餘的時間手動去檢查爬坡的訓練頁面 這個自動偵測爬升功能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困擾 開啟自動偵測爬升功能的方法如下 長按Menu鍵 選擇設定活動和應用程式 選擇一個活動 這裡我們先選擇跑步做示範 選擇跑步設定 自動偵測爬升 狀態 總是使用 這樣就開啟跑步活動的自動偵測爬升功能了 接下來說明自動爬升偵測其他的功能設定 跑步頁面 設定手錶在自動偵測爬升模式下 回到正常模式時 您想自動顯示的訓練頁面 建議您可以設定為現在頁面 爬升頁面 設定手錶在啟動偵測爬升功能時 手錶會自動顯示的頁面 建議您可以選取資料頁面 並選取為爬坡訓練時所需要看的訓練頁面 如這邊設定的內容 若不知道如何自訂您手錶的訓練頁面 可以參考自訂訓練頁面的教學影片 反轉顏色 開啟這個功能後 當手錶啟動自動偵測爬升時 會反轉背景顏色 讓您知道目前正啟動自動偵測爬升功能 垂直速度 設定這個參數 可以決定在多塊的垂直速度下 要啟動自動偵測爬升模式 切換模式 可以設定手錶切換自動偵測爬升模式 與回復為一般模式之間的速度快慢 這樣就設定好了 現在就使用自動偵測爬升功能進行訓練吧